《紐約律師避刺案,美國家安全恐遭危害》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文俊 張曉陵殺害89學運領袖紐約律師李進進的事件 不是普通的謀殺案 可能有外國勢力介入 嚴重危害美國國家安全 根據李進進員工回顧 張曉陵剛開始找到李進進辦案時 首先說張曉陵的案件是真的 李進進才接這件案 還免費與張曉陵辦理 李律師接了案件之後 張曉陵就要求幫張曉陵告某個人 3月11日那天 張曉陵來找李進進 又提出告某人的要求 李律師就說 這件事情並不屬於他的執業範圍 第一 李進進是協助張曉陵做移民 而張後續提的控告是屬於刑事案 第二 既然張曉陵是假的 李律師就不能接 但張曉陵繼續糾纏 李律師反問張曉陵 當初為什麼不說是假的 張曉陵說 如果自己先和李律師說是假的 李律師還會接嗎 吵到沒辦法下班 張曉陵還捏著李律師的頸 所以事後就報警 竹刺殺的紐陵律師李進進 其位於法拉姓 39大道的律師事務所 以解除封鎖 3月18日 記者在李進進律律師事務所看到 李進進的個人辦公室 以佈置為寧堂 李進進生前的辦公桌上 擺放了李進進的潮象 還有香足和貢品 地上擺放了 李進進的生前好友 和社會各界 來悼念李進進 健獻的鮮花 在地毯上 仍然血跡斑斑 扭著口口的血加 可以想像當時的血腥場面 和兇手犯案手法的殘忍 根據李進進律師樓的員工表示 張曉陵案發3月18日 拿著一個白色塑料袋來 還對員工說 我給你們送蛋糕來 和你們道歉 這個蛋糕放在接待桌上 在3月18日 李進進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助理說 當律師所的員工 返回律師所時 突然地發現 李進進辦公台 對面客人座位的地上 有一面中共5星期 還有3包未拆包裝的紅色旗幟 放在一個紙袋裏面 根據李進進律師所的員工 李先生稱 3月18日案發後 急救人員到來 為了搶救李進進 急救人員 將李進進的辦公台移開 移到辦公台對面客人坐的地方 後來警方封鎖了案發現場 3月18日 因警方已解除封鎖 當律師所的員工 在中午時份返回辦公室 返回律師所時 李進進律師所的員工 先對李進進的辦公室拍照 錄像 突然間 發現李進進的桌 以被救人員 移到來客座位置 下面有紅布 一看原來是 一面中共5星期 揭開旗子 發現一個紙袋裏面 還有3個包著的東西 未有拆 3月18日 李進進生前好友 葉寧律師 在李進進律師所 幾位員工在現場的見證下 打開一個 未拆封其次的包裝 眾人發現 這個是一面上 印著蓮刀斧頭的中共黨旗 袋裏面 還有2個未拆包裝的中共5星旗 李進進律師樓的員工 認為這些中共5星旗 是3月18日 將曉寧犯案時 帶入來的 所以放的位置 正好是李進進 辦公台對面的地上 究竟這些5星旗 和中國共產黨旗 是誰帶入李進進的辦公室 這宗案件的背後 還有沒有黑手 李進進的生前好友 葉寧表示 這些證據的發現 說明這宗殺人事件 已不是一般的謀殺案 已升級為政治案件 呼籲有關方面深入調查 葉寧亦提出 將對張曉寧的定罪指控 從2級謀殺 升級為1級謀殺 李進進的生前好友 律師葉寧 3月18日表示 張曉寧殺害89學運領袖 紐約律師李進進的案件 不是一般的殺人案件 可能有外國勢力介入 嚴重危害美國國家安全 葉寧表示 根據第一目擊證人的描述 張曉寧顯然 是一個有預謀的殺手 並不是精神病人 張曉寧提前做好策劃 準備 而且目標指向單一 就是對李進進 進行謀殺 沒有針對其他任何人 葉寧稱 張曉寧的謀殺 是有針對性 嚴格地遵從指導和命令 張曉寧是理智和高度自控的 張曉寧甚至沒有對任何人揮舞手中的匕首 即使是藍助理 努力拔走張曉寧手中的尖刀 壓著張曉寧 控制著張曉寧的時候 也是如此 張曉寧的理性反應 說明張曉寧背後的指使者 沒有向張曉寧 發出殺害其他人的指令 任何不相干的人 都不是張曉寧殺害的目標 葉寧透露3月18日 向皇后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提出 將對張曉寧的殺人指控 從二級謀殺升級為一級謀殺 葉寧認為 這次精心策劃的 針對中共異見人士的謀殺案 同時也是 尼威涉所有中共政治異見人士 除此之外 在案件發生後 警察完成調查 解除封鎖後 李進進的員工3月16日 返回辦公室 在李進進的辦公室對面 客人所在的位置地上 發現中共五星期 和中國共產黨期 有物證和證人 葉寧認為 結合張曉寧 在3月18日晚上 被押出109分局時 所說的反共的人 是叛徒的言論 這顯然 是出於政治動機的謀殺案 美國檢方和有關方面 需要增加調查 是否有外國政府 參與了這項謀殺案 是否有外國勢力 派遣外國恐怖分子 在美國實施的恐怖行動 加上李進進 是天安門學運領袖 在結束專制的民主運動中 發揮領導作用的背景 葉寧認為 這種謀殺 涉嫌是政治謀殺 葉寧稱不僅是李進進 而且處境相似的中國民主運動人士 在美國正遭受 越來越多的有組織犯罪威脅 他們 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生命和安全 受到嚴重威脅 中國共產 在美國實施的恐怖活動 越來越多 對美國國家安全 造成巨大致命威脅 綜合上述因素 葉寧認為 這種案件 符合一級謀殺的指控條件 受害人 是在被告推動 恐怖主義行為的過程中被殺害 被告根據與某人的協議 實施了殺人行為 或促成了殺人行為 被告人為了獲得 或期望獲得任何金錢上的好處 而實施殺人行為等等 這種謀殺案 僅指控為二級謀殺不適合 應該升級為一級謀殺 同時 葉寧亦呼籲美國司法部 介入辦理此案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臨丹紐約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 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訂閱、資料臨諷 作詞、編曲、貝震、反尊 選擇、反尊 出張、訊、貝震、反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